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今晚的凌晨,本輪西甲繼續有好戲上演 其中奧沙辛拉將主營愛斯賓魯 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雖然奧沙辛拉最近處於多輪不勝當中 但面對愛斯賓魯戰績處於上風 考慮到前者主場表現不足 禁將奧沙辛拉有望借主場之力贏波子腿 奧沙辛拉今季的表現可謂高開低走 事關前五輪西甲他們豪取12分 但隨後四輪只是錄得一和三伏的糟糕戰績 狀態明顯下滑 要指出的是他們近四輪大部分對手排名前列 就算輸球差也不超過兩球 都算是非戰之罪 但其間奧沙辛拉昆維先失球機一方 防守方面需要多加留意 至於進攻方面 奧沙辛拉主要是依靠艾斯基爾艾維拉得分 同時全隊已有6人打開入球帳戶 多達5人的入球系主場作戰時取得 可見球隊具備一定的主場戰鬥力 感到帳戶是今次能否取勝的一大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奧沙辛拉最近兩個賽季 西甲主場迎戰艾斯坦勒未常敗 其間坤能力保大門不失 由此可見奧沙辛拉面對艾斯坦勒有一定的辦法 今次不妨看好奧沙辛拉主場清孔 陣容方面後衛魯賓彭拿金將停賽 下隊方面 艾斯坦勒近期已從兩年敗的低迷中走出 近三輪西甲錄得一勝兩和的不敗戰績 球隊亦從聯賽下游回到中游附近位置 儘管如此 艾斯坦勒此行都不可謂十拿久穩 留意最近五輪西甲 他們多達四場失至少兩球 並且該四將困係先失球的一方 後防笑扁演甚至不如奧沙辛拉 因此本輪有可能成為防守大戰 誰能夠責限制著對手的進攻將變得尤其關鍵 不利的是艾斯坦勒鎮中雖然有已經攻入七球的 祖斯路馬圖坐鎮 但得分點不如奧沙辛拉多 全隊只有四人在今季西甲有過入球 另外艾斯坦勒對上一次西甲作客 在實現反超的情況下 仍無法將領先優勢大到原場 至今已作客兩輪不勝 再度出征艾斯坦勒實在不宜高估 陣容方面後衛艾迪亞柏道沙因傷缺陣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請多謝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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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謝收聽